哇操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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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哇操 终于找到地方了 Hello 你们好 我是小春啊 刚刚干完今天早上的第一单了 早上第一单的话 拉的是那个一台电动车的 拉到地方之后 我发现我肚子扛不住了 然后就找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解决了一下 大家也不要见怪啊 毕竟人有三级嘛 相互理解一下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最近我的那个抖音啊 那个后台里面有很多兄弟都是信我 就是有关于我跑后拉的一个收入情况 好像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正好今天也是8月的30号了 然后明天就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是吧 我跑货了拉8月份的一个收入战绩啊 分享我8月份的一个收入情况之前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 8月份的话 我可能一共就跑了15天左右的一个车 所以说接下来我分享的一个收入情况的话 可能只是代表我8月份半个月的一个收入情况啊 大家仅作为一个参考就行了 8月份的话我是一共跑了30单的 然后收入的话是在2420多块的一个流水 然后这2240多块的流水的话 可能我的油钱的话大概也就在一个400块钱左右吧 可能能够剩下下来的话也就1800左右 那1800的话可能再减去一个会员 会员是一个395的话 可能我就剩下个1400左右了 那这1400可能再减去一些杂七杂八的 根本就没有剩下几个钱了 不过这个月的话我倒不觉得有什么 可能是自己跑车方面的话也是比较难傻的 实话实说啊 有些时候你们也可以发现我是经常断根的 断根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可能是我家庭里面有事情的 就比如我前几天去拍温家照一拍就拍了两天 然后休息了一天嘛 这一门一搞要耽误了两到三天 另外可能我老婆怀孕了 要去陪她做一个产检 做个产检可能要耽误几天 所以说8月份其实说实在话 我没有很大的心思在跑车上 所以说会出现这么一个流水比较偏少 如果说真正的跑满一个月的话 正常流水可能也就在五千到六千之间吧 这个行情五千六千之间的话 跑去所有一切可能最后的话 也只能剩下个三千大几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霍拉拉的一个收入情况 当然这个情况的话 只是针对我们在这个三线城市 湛江这边跑的一个收入情况 如果说你在珠山脚那边的话 可能会稍微多那么一个一到两千吧 当然也不会多很多的 因为毕竟现在获印的行情 我相信有关注这个行业的都知道并不是太好 不过好在我除了每个月 跑霍拉拉的一些收入之外的话 另外还有一些拍视频的收入 然后当然这个月我的印象也比较好了 拍了几个视频爆了 然后我在这个月拍视频的收入的话 可能有个五千块钱左右 那加起来的话 我整体八月份的收入可能就去到了一个六千到七千块钱左右吧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收入情况啊 当然我相信也有些兄弟他跑或是做的比较好的 只有那么五到十个人能达到这种收入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当下这种货印行情的话 如果你有车了 可以加入霍拉拉进来这个平台里面跑 如果说你打算买车去加入这个行业的话 我是不太建议你们的三四而后十一 这个月你们跑车赚了多少钱 可以在评论里面打出来一起讨论一下